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地球旅馆 我是Lainster 创造论也被称为创世论或神创论 指的是人类 生物 地球和宇宙是由超自然力量创造的 通常认为是神 上帝或者是造物主 在人类文明的早期这种说法广为流传 然而到了1859年 达尔文出版了《物种起源》一书 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进化学说 他将这本书自称为一部长篇争辩 其中阐述了两个问题 第一 物种是可变的 生物是进化的 第二 自然选择是生物进化的动力 那些具有适应环境的有力变异的个体将存活下来 并繁殖后代 而不具备有力变异的个体将被淘汰 大多数生物学家读了《物种起源》后 很快地接受了这一事实 进化论取代了创造论 成为了生物学研究的基石 即使在当时 关于生物是否是进化的辩论 也主要是在生物学家和基督教传教士之间进行的 而不是在当时的生物界内部 虽然进化论只是一个假说 但是现在已经被写入了很多的教科书 也在很多学校里教授 然而 现在科学家们普遍认为 地球已经存在了约45.4亿年 令人惊奇的是 地球上长达12亿年的地质历史 竟然是空白的 就好像是整个地球超过四分之一的历史 被刻意的抹去了 更奇怪的是 在这12亿年的空白期之后 有许多新的生物群体突然间诞生 生命迅速的多样化 就好像一个文明的衰落后 又有一个新的文明重新开始繁荣了一样 那这些迹象都指向创造而非进化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是什么力量将地球四分之一的历史消除了呢 今天 我们就来聊聊这个 至今还困扰科学界的神秘事件 这一切就得回到1869年开始说起 时间回到1869年 那个时候的美国地质学家 约翰·威斯利·鲍威尔 人称独臂探险家 带领一个10人的小队 开始了对美国西部地区的探险 这次旅程的主要目的是记录美国西部的地形 探险队乘船顺着科罗拉多河及其支流前行 这次探险之旅危机四伏 探险队员们曾多次陷入绝望 就在刚开始的几天 他们的一艘船就被湍急的河流给冲走了 还面临着缺乏食物和水源等威胁生命的问题 尽管探险队面临的情况令人绝望 但是沿途不断出现的自然机关让他们惊叹不已 大峡谷两侧的悬崖耸耸立入云 形态各异造型奇特 展示着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对于普通人来说这是壮丽的自然奇观 但是在鲍威尔的眼中这是众神的图书馆 五彩斑斓的岩层构成了一本伟大的岩石书 逐航阅读便能了解地球形成的历史 当时鲍威尔站在科罗拉多河边仰望着悬崖 当他的目光扫过一大片坚硬的结晶岩石时 他发现了一个震惊世界的现象 大峡谷的地层呈现出了奇怪的堆叠方式 高处的岩层呈现出水平的一层叠一层的排列 而低处的岩层竟然呈现出了不同寻常的垂石排列 经过实际测量后发现 中间有整整的2000多米厚的岩石竟然完全消失了 鲍威尔将这一现象称为地层大角度不整合 根据地层学之父尼古拉斯·斯坦诺提出的叠质定律 地球上的岩石层是按照年代顺序排列的 年轻的岩层在上面 古老的岩层在下面层层堆叠 在地球漫长的演变过程中 岩层会一层叠在另一层上 就像树的年轮一样 数一数年轮的圈数就能知道这个树的年龄 越深的岩层它距离现在的时间就越远 举个例子 如果有一个人在土地上往下挖 他会发现挖的越深 找到的东西就越古老 他可能先找到一盘90年代的磁带 70年代的复古电视 再挖的深一些 就会发现古老的硬币和各种文物 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类和动植物的遗骸 会沉入到地球的深处 这就意味着每一层岩石 都像是一个时光流声机 记录了地球不同时期的历史 然而科罗拉多悬崖的岩层却与众不同 下面坚硬的结晶岩层 最年轻的也有将近17亿年的历史 而上面的沙岩层最古老的也只有5.5亿年的历史 它们之间缺失的时间跨度达到了将近12亿年 这表明啊 这两个岩层之间缺少了原本应该存在的一个大块岩层 就像翻开一本书 发现书中被撕掉了很多页一样 地球的记忆神秘的消失了 但是没有人知道这漫长的岁月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实际上鲍威尔并不是第一个发现这种现象的科学家 早在18世纪 现代地质学之父詹姆斯·赫顿在观察苏格兰西卡角的岩层时 就发现了不同方向的岩层 且这些岩层之间存在断层或者是间断的情况 赫顿将这种现象称为赫顿不整合 经过检测后发现 苏格兰西卡角3.45亿年前的泥盆剂老红砂岩 直接覆盖在了4.25亿年前的滞留剂的硬砂岩上 整整八千万年的历史神秘的被抹除了 在美国密苏里州的欧扎克高原上 历史学家们发现了一些神秘的岩层缺失的现象 5亿年前的沙岩直接覆盖在了10亿年前的花岗岩上 中间的9亿年的岩层神秘的消失了 甚至在非洲的岩层缺失的现象也非常的普遍 特别是在东非大裂谷附近 科学家们进行研究后发现 岩层缺失的现象在全球都是普遍存在的 也就是说古老的沉积岩层 与年轻的沉积岩层之间存在缺失的部分 而且缺失的时间范围相当的大 达到了几千万年甚至是几亿年 这就是所谓的巨大不整合现象 一个横跨地球的谜团 那么在那段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虽然有很多猜测 但是至今仍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关于这些猜测我们这里就先不多讲了 大家看到最后就明白了 不过奇怪的是 这些地层不整合的现象 都可以追溯到同一个时期 那就是寒武纪时期 而就是在这个时期的开端 继5.41亿年前 地球上突然出现了史上最大的一次 生命大爆发事件 这个时期是地球生命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节点 生命在地球上迅速的多样化 绝大多数的动物门类都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 而且至今仍然存在 这就是著名的 寒武纪生命大爆发 在寒武纪之前 古生物学家只发现了三个动物群的化石 分别是海绵动物门 刺包亚门 和治水母门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 在进入了寒武纪之后 在短短的2000多万年内 地球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动物 它们迅速起源并立即出现 如节肢 万族 乳形 海绵 极锁动物等等 一系列的与现代动物形态 基本相同的动物在地球上集体亮相 形成了多种门类动物同时存在的繁荣景象 并一直持续到今天 1984年中国科学院 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的科学家们 在云南省成江县的一处 寒武纪早期化石遗址 成江动物群取得了重大的发现 成江动物群的化石发现显示 几乎所有的现代动物门类 包括脊椎动物 在寒武纪时期就都已经出现了 其中多样性最高的是节肢动物 如我们熟知的蝴蝶 螃蟹 蜈蚣 蜈蚣和蜘蛛都属于节肢动物 此外 动物群体的形态和结构上 也经历了快速的发展 甚至出现了一些高度复杂的生物形态 还有一些软体动物的化石 具有高度复杂的外骨骼和复杂的眼睛结构 这表明 早期软体动物已经具有相当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了 按照达尔文的进化论 生命应该是从无到有 生物进化需要经历 从水生到陆地 从简单到复杂 从低级到高级的漫长过程 然而 寒武纪时期的血刀动物却异常的复杂和多样 以奥帕宾海蝎为例 它是一种已经灭绝的节肢动物 奥帕宾海蝎的外形非常的奇特 身体有明显的分节 长约10厘米 头部前端有一个特殊的圆状器官 可以用来着实小型的五脊椎动物 奥帕宾海蝎还有五对眼睛 13对侧腮以及一对扁平的齐 至今仍难以归类到任何已知的动物门类 这些复杂多样的生命仿佛是从天而降 而且找不到它们的祖先 美国生物分子学家 道格拉斯·艾克斯在研究了寒武纪动物的蛋白后 也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即功能性蛋白质在寒武纪的初期爆炸式的产生 每个蛋白质由20种不同的氨基酸通过钛链连接而成 有功能的蛋白质需要特定的氨基酸的序列和特定的三维结构 这就需要非常精细的调控机制 那么氨基酸形成有功能蛋白质的概率是非常微小的 经过计算 艾克斯发现蛋白质随机生成的概率大约是十分之一的74次方 要想理解这个数字让我们做一个比喻 假设你有一个两面的硬币 你要连续抛10的74次方次 每次都要抛到正面 那这个事件的概率就是十分之一的74次方 非常知晓 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 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中 他特别的提到了 复杂动物在氨5G突然出现 对进化论是个巨大的挑战 他说这件事到现在也没有办法解释 因此呢 或许有人恰好可以用这个案例 来反驳我提出的演化观点 于是一派科学家提出了智能设计的观点 他们认为生命的出现和演化 都不是自然选择和进化的结果 而是由一个智能设计者所设计的 智慧设计论的代表人物是迈克尔·贝西 他是一名生物化学家 他写了一本名为达尔文的黑盒子 进化论面临的生化挑战的书 提出了不可简化的复杂性的概念 他认为精巧的生物结构 是不可能来自随机变异和自然选择 而是只能来自更高级的设计 什么叫不可简化的复杂性呢 贝西用捕鼠夹来举例 捕鼠夹的特点是 如果缺少任何一个零件 它便不起作用 只有各个零件作为一个整体才有价值 以人的眼睛为例 人的眼睛是由许多部分组成 缺少了视网膜不行 缺少了精状体也不行 各个部分的位置都必须非常的精确 如果不能够同时满足这些条件 眼睛就没什么用处了 不可降低的复杂性 指的是一个系统得由匹配得当 相互关联的几个部分组成 缺少了任何部分 都将使这个系统无法有效的发挥功能 不可降低的复杂系统 并不是由先前的一个系统 通过微小而渐进的变化直接产生的 这对达尔文的计划论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既然自然选择只能选择那些正在发挥功能的系统 那么不能逐步发展的生物系统 只能一次整体的形成 这样一来自然选择在系统计划中就无法发挥作用 就像以下的这些问题 光合作用的反应中心是如何发展的 分子内的重排作用是如何开始的 胆固醇生物合成是如何开始 磷蛋白的信号传递路线又是如何发展的 在达尔文主义中 这些问题从未被提出过 这充分证明达尔文计划论根本就无法解释这些 复杂的生物化学系统是如何形成的 贝西声称 这种复杂而且巧妙的布局 通过随机变异组装出来的可能性实际上等于零 因此它只能是来自于更高级智慧的设计 就像是汽车的发明一样 汽车于1886年诞生 从那个时候起汽车的基本框架就确定了 通常是由车身、四个车轮、主传动轴、发动机和方向盘组合而成 无论汽车的设计和技术是如何不断的进化和发展 都只是在细节上进行改进 最基本的设计都从未被改变过 世界的创造也是如此 有某种超自然的力量或存在一个超自然的创造者 创造了世界和其中的生物 这种更高的智慧先进行了一个顶层的设计 就像发明汽车一样 先确定了汽车的功能与作用 不论未来的发展如何 都不会脱离顶层设计的最初的目的 但是设计者都可能不知道哪些设计会成功 哪些设计会失败 所以有些生物后来就绝种了 确实 当人们看到了各种生物完美的适应环境 展现出奇妙的形态和适应性 以及生物分子层面上的复杂性和生物体内 各个组件之间的统一协调时 很难不想到这些都是经过精心设计才实现的 因而产生了智慧设计论 面对现在生物学家揭示的极为复杂的细胞结构 达尔文的知识者们感到无所适从 没有人能够清楚的解释 如此复杂精密的生化系统 是如何通过随机变异和自然选择的进化方式演变而来的 那么如果种种迹象都在指向创造而非进化的话 关于地球45亿年的年龄和12亿年的地球历史的消失事件 就完全不是先前所想象的那样了 我们可能一直都是在原地打转 关于地球的年龄 19世纪的科学家通过沉积物的厚度 大洋岩度的起源 热力学原理等三种不同的方法得出了一致的结论 那就是地球的年龄约为1亿年 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普遍认为地球是45亿年呢 原因就在于如果你相信进化论这一假说 那么1亿年的地球就不成立 因为1亿年的时间对于生物从低级的原始生物 进化到人类来说是不够的 所以当20世纪进化论出现后 有人采用放射性同微素半衰期的方法 认为地球的年龄是45亿至50亿年之间 但是在21世纪后 人们开始反思这个结论的可靠性 因为一系列的实验证明 用放射性测量的方法来测定物质的年龄是非常不准确的 怎么说呢 以一个典型的例子来说明一下 当科学家用五种不同的放射性测量法来推算 阿波罗11号从月球上带回来的同样的一个土壤的样品时 得到了五个不同的答案 而且数值相差非常的大 从23亿年到82亿年让人无法判断 那么我们就来打开脑洞 先用一栋房子来做比喻 如果有人在几十年前用一些石头修建了一个房子 那即使那块石头有几十亿年的寿命 但是房子的年龄却只有几十年 更何况每一块石头的寿命可能还不同 计算地球的年龄也是类似的 所以在智慧设计论的思考下 45亿年可能根本就不是地球的真实年龄 而消失的12亿年的地球历史也并非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甚至寒武纪时代前后出现的许多古生物与我们可能都无关 因为这些地层里的化石就像是建房用的石头一样 和这个房子本身并没有什么关系 那么实际上我们地球的真正的历史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想除了智慧设计者本人之外 我们可能永远都无法知道了 除非是智慧设计者有意的让我们在某天了解实情 就在某天的偶然间发现了一些重大的什么 在那个时候我们就有机会去了解我们的历史了 那么大家又是怎么想的呢 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和我们讨论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就记得按赞分享订阅还有打开小铃铛 还有我们已经开通了会员频道 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加入支持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开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开小铃铛